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! 松鼠也瘋狂! 到底有什麼令松鼠這麼瘋狂呢? 原來我們這個森林裡有很多的進果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松鼠去拿瓶果的遊戲 我們這個森林裡有九張森林牌 但是我們這個森林裡只有石頭、樹葉和蘑菇 而且這三種物件也只有三種顏色 分別是紅色、黃色和藍色 至於我們旁邊會有很多不同的瓶果 這些就是我們的目標 其實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我們就要去穿越這個森林 去到對面去拿瓶果 我們拿到五個瓶果就會贏 但是我們到底要怎樣去穿過這個森林 去拿這個瓶果呢? 我們等一下就去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到底是怎樣玩的 現在我們開始介紹這個遊戲怎樣玩了 我們首先就把這個牌放好 九張森林牌在中間 然後其他的瓶果牌就放在它旁邊這樣放 現在我們就會每人去選一張我們的松鼠牌 好 我要四眼仔 2 女仔 好 我們要留意每一張松鼠牌上面 上面是會有一個我們要穿越這個森林 要去做到的一些東西 如果這裡有三個顏色的話 我是需要去猜到這個森林這條路裡面的顏色是些什麼 我們才可以去到它 好 相反 好 反一反我們會變成一個物種 就是我們剛才的石頭、樹葉和蘑菇 好 好 我們選完我們的角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條自己想穿過去那條路 有沒有選擇 對 這個顏色還是物種的通能者 就自己入均選擇了 沒有 是不是自己決定了顏色還是形狀都可以選擇 對 好 我們選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好 每一次到自己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的選擇是可以做的 要麼我們就去穿越這個森林 去嘗試去拿對面的瓶果 另一個選擇就是我們去移動一步 向左或者向右去移動 去選擇我們自己的那條路 好 這個當然是貪心一點的 當然想要瓶果 好 我就去穿越一下這個森林 好 那現在呢 因為我是要去猜顏色 所以我就要去說顏色 好 我們猜是要猜底 覺得是有什麼顏色 好 這個的話 我忘了 我猜紅色 對 真的是紅色 對 你怎麼會記得你剛開始 是撞的 真的撞 我也不知道 這些我猜的 很幸運 這張呢 這張死火了 是黃色 沒有黃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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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是黃色 好 這一張就是… 不會的了… 不會的了… 沒有偷看 算了吧 不如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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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剛是什麼 唉唷 唉唷 這樣我就失敗了 算了 就穿越不了 接著就到下一位 嗯 我猜形狀 嗯 糟了 剛才你記完了 我忘記了 我會記住這個 嗯 我猜是石頭 噢 噢 噢 我開始有老人痴 我猜這個 我猜顏色 嗯 這個剛才是黃色 兩頂 我再看你 你的記性也不太差 好差 好差 你怎麼這麼肯定 哈哈 對 我猜蜜種 你給朱音看了兩次 對 我猜蜜種 對 這個應該是… 嗯 樹葉 哇 蘑菇 蘑菇 這個遊戲很難 到你了 好了 我要繼續 好 剛才這個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紅 這個應該是紅色 對 好 好 然後這個正話好像是… 橙色 沒有橙色這回事 藍色 橙色 好 這個呢 紅色 對 對 好了 耶 好了 因為我三個顏色都猜中了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對面這個 的瓶果 嗯 當有人拿到瓶果的時候 好了 我們的通行證也要轉一轉 好了 請你們去反轉一下你們的 這個通行證 對了 即是呢 本身猜顏色的要猜蜜種 而猜蜜種的 就要去猜顏色 嗯 好了 你們轉完之後 我都可以去選擇去退一步了 我退這邊 贏了送給你的嗎 這個 對了 贏了這一步就是送給我的 好了 那我們這個遊戲呢 到底是幾次完畢呢 就是當我們有人拿到五個這些瓶果的時候 那那個人呢 就會贏了 哇 松鼠呢 他們拿了很多的瓶果回到他們家裡 原來呢 快樂是可以很簡單的 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喜歡我們這一隻呢 簡簡單單得來 又可以達到無限歡樂給大家的松鼠也瘋狂 好 好 好